第27题,乘上题,当盐酸溶液与氢氧化钠水溶液发生反应时,会发生下类哪一种现象? 盐酸溶液加氢氧化钠溶液酸碱中和,这个反应中不会有大量气泡,也没有白色沉淀。 至于会不会使溶液变成红色,必须是在盐酸溶液中加入分态,原来是无色。 加入氢氧化钠正好中和的时候,颜色才会变成红色,但是题目并没有说我们加了分态指示剂,所以选项B也是错的。 只有选项C是对的,因为酸碱中和是一个放热反应,所以它会使容易的温度上升。 第27题问我们说,会发生下列哪一种现象?我们答案选的是C,容易温度上升。